在10月23号前两天的时候 在院里就是风机施工的现场 风机的施工厂商英华卫公司 在凌晨两点竟然动用私人保全 用暴力对待我们的乡亲来强硬施工 凌晨两点在黑夜里 完全在防汛道路上没有任何的灯光 我们的乡亲半夜两点到我们的工地去寻守 结果英华卫派出大量的保全 然后用柵然把防汛道路阻挡起来 对于我们的乡亲用围殴的方式 进行殴打进行暴力 我们甚至有我们的乡亲的脸颊 让那个竟然有一个保全 拿着海边的石头 直接往他的脸砸下去 现在人还在台东农种医院 就是还在送医 而且有可能需要手术 然后昨天听到的讯息是 还吐出了血块 这样子我们的居民遭受这样子的暴力 都是因为政府退位 在这个再生能源跟绿能的政策上完全退位 让院里变成三不管地带 让这个暴力的英华卫厂商 可以直接对我们的居民行使暴力 让我们活在这个恐惧之下 政府都会承认我们社会 说帮他去旗车做 没记忆 都说没记忆 都在那里做了 苗师傅都不在向我们告我们这些利民 警察来的都没什么要插门 甚至我们这首相要载出在外面 那个那个叫我车要打的时候 要载的时候 他又车转载的不然过了 不然过要用 乌兜牌要载载的 不然过要转车来 这很过的 你看有恶致吗 这就是恶致的菜团 运离返风车自救会 我们已经抗争一年了 这一年的过程中 我们走遍了许多 就是相关的政府单位跟部会 从经济部 能源局 环保署 我们不断的去澄清 讲出我们的诉求 我们住在怨离海边的居民 要的只是一个好的风机安全距离的规范 可是 我们就像皮球一样 被政府踢来踢去 我是政客啦 跌下来那国 但是我也一定爱国 风力发电 是一个很好的绿能 但是 他如果去太阳就我们住的 跟人家住太阳 太阳 跟核灾没有什么两样 所以我们要求就是 政府定定一个安全基因 保护我们才人民的健康 财团英华威他在凌晨两点 暴力施工 聘请大量的保全 出手攻击手无称铁 和平表达诉求的居民 我们这个过程中 有5名居民以上受到伤害 紧急送医警救 现在还有一名居民 现在在医院手术中 因为政府的败难 所以我们抗争了一年 走个各个机关 却无法就是制定这个 安全基因 还让英华威 暴力的违法施工 我们现在江洪墨水 倒在我们的乡亲身上 这个绿呢 已经被蓝红了 人民的鲜血 因为政府的退位 还有财团的暴力 让我们的人民 接受到这种暴力的对待 今天我们的乡亲 就是牺牲自己 还要染红这个红墨水 来表达这个诉求 实在是非常的难过 到底政府机关 要不要出面来负责 今天这个红墨水 就像我们人民流血一样 我们接受这个暴力的对待 这个不公平的对待 可是政府却不出来负责 学懒绿南 学懒绿南 立即平工 立即平工 学懒绿南 学懒绿南 立即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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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活为平止暴力 因活为平止暴力 自定风筹安全距离 自定风筹安全距离 新政院阔部会处理 新政院阔部会处理 江仪化出面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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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要做工程 没有合法的 让我们才四季 只有一季在四季转 这三季买主 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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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讀小孩,接著就是怎樣? 他們就是要打人,嚭叫,嚭 szer… 嚭 EL硬於我們這邊讀的就是這樣 我叫他說走走走,把髖子抓來他的 在這個臉上,在歸著 這臉上也整個顏左,在目頭 讓我幾乎那個角度 那個角度也不好使 整個角度都軟軟了 他們真的有辦法 才三四個月 只要一支支撐回來 讓村子妻沒辦法支撐回來 我們沒有和這些基民溝通 我們要的是實際作為 我們要的是行政院現在立即出面來負責這件事情 要求英華衛公司立即停工 同時可以組成跨部會的專案小組 來處理風紀安全距離的問題 處理現在院裡當地的這個暴力施工的事情 我們要求行政院出面用實際的作為 來回應這件事情 今天我們的鄉親染上的是喉墨水 我不希望政府的不作為跟末世 到時候真正的今天流的不是紅墨水 是我們人民的鮮血 再次的呼籲大家 呼籲政府跟社會大眾 我們不希望 我們真的不希望 台灣會有第二個大普的事件發生 我們希望將以法 趕緊可以做跨部會會議 來處理我們安利這件事 再來就是說 我們社會的延案 的事情都是跟安利一樣 都需要我們台灣省 所有人民去關心 因為我們延案的這個黃金海岸 我們想到破壞之後 我們想到海邊走走走走 你們都會走 你想想看 只要一支黃金采到你們門口 一百多不夠 大小的大小的 你們用想像的 你們的感覺會怎麼樣 這樣想就好了 最好是來我們鄉家 來管理我們看看 謝謝 謝謝